当地时间7月30号 美国内政部发布 《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倡议项目调查报告》第二卷 报告显示历史上曾有近千名原住民儿童 在美国政府运营或支持的寄宿学校就读期间死亡 这份报告是《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倡议项目调查报告》的第二卷 也是最后一卷 包含更多关于寄宿学校和死亡儿童等方面的细节 第一卷于2022年5月发布 第二卷报告显示 1819年至1969年间 美国政府为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系统及其他类似机构和相关同化政策 拨款超过233亿美元 按2023财年经通胀调整后的美元价值计算 借由这些经费 美国政府在各地共运营了417所寄宿学校 至少973名原住民儿童在政府运营或支持的寄宿学校就读期间死亡 报告说 在全美65所寄宿学校就址发现至少74个墓地 报告指出 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遭受身体和性虐待 被强制改变信仰 因说母语而受惩罚 这些行为给原住民社区留下了持久的创伤 美国内政部分管印第安人事务的印第安裔高级官员布莱恩-纽兰 在报告序言中写道 联邦政府的目的是击垮我们 占领我们的土地 毁灭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2021年5月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 在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就址 发现了215具无名儿童遗骸 震惊加拿大和国际社会 美国内政部长德布·哈兰随后宣布 启动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倡议项目 调查美国印第安人寄宿学校造成的生命损失及持久影响 美国历史上曾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法律和政策 在全国范围建立原住民寄宿学校 迫使原住民儿童离开家庭和族群 目的是在文化上同化他们 近几年 这些原住民寄宿学校虐待残害学生的调查结果 不实见诸报端 在学校原址发现大量儿童目的的新闻 一次又一次震惊国际社会